光是彩虹螃蟹也太无聊了吧 那怎么才能够无聊呢 要不要玩这个有不有机 玩看彩虹螃蟹的颜色 还对了就有的是 太多了就要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 走起 你猜对 还到反果都倒进去 一把五来 五千年年纪 我猜这把肯定是红色 我猜这把肯定是红色 我猜肯定不是 小小爱赶紧出来吧 我没错了 大冒险你错了 快 真心话和大冒险选一个 我没错 我选真心话吧 那所有来工作室的驾宝中 你最喜欢的一个 你知不知道我没认人吗 反正是你自己选的这件话 快点说 每次来工作室的小驾宝我都很喜欢 但其中有一个五千年宝宝 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它模仿我模仿的微妙美笑 连粗你一玩 你的动作都一模一样 该挺哦 我选择的肯定是橙色 红色红色 绿色 你也太错了 想不到牛柳鸡这么难猜颜色 快说 真心话还大冒险 真心话 没错 真心每个小驾宝都知道 小羊的鸡蛋比有多少肌肉 我的体重呢 肯定是两百斤 没错 反正是一把来赢了 自己去想吧 又该我了 这档呢我猜六彩 啊 这个 我什么神经病啊 这人让你猜中了 所以这档呢我不用惩罚了 而且还可以吃糖哦 啥我一定要住 黄甜 我要猜蓝色 我猜蓝色 蓝色 黑色 你说小羊什么惩罚 大冒险这么可怕 我当然喜欢大冒险了 好 你说的这一句话就惩罚 你在头上炸一个冲天变 哼 哼 就跟他小变 我一样是想变成最弱的仔 对不起 我猜我的细名字 蓝仔 肯定不行 蓝 哇 怎么样 百胎百做 我简直是一个碎神仙 真的行啊 吃糖吃 不想吃啊 每一把都做 我还没吃过呢 第三把 最后一把 我要猜绿色 我一定要吃 我没做 你要吃进化还是大冒险 我喜欢大冒险 那我就给你来一个 温柔的 充满爱心的大冒险吧 去对着你的同事说 有美吗 小杜 看透的眼睛 有美吗 哈哈哈哈哈哈